宽宪法师,已婚女被已婚难表白,如何拒绝她?宽宪法师开示,弟子根据录音整理,回归有如莲花般的清净无染,从染污回归清净,从于迷回归觉悟,从供高我慢回归平等,从自私自利回归无缘的大词,同体的大悲。 弟子,有一位和我同在建财城不同公司工作的男员工,比我小,我们俩个字都结婚了,他说看我有感觉,我的答复很含糊,因为我不能一下拒绝她,怕这样伤害她。我来请教一下师傅,看如何答复她好些。宽宪宪法师,你们认识多久了? 弟子,二个月。 是宽宪,我给你提一些建议,首先,感谢她。谢谢你高看我,不过我之所以这样,应该感谢佛菩萨,是因为我在学佛的原因。 至于这件事情,如果你喜欢我,事实上我们都希望双方都能幸福,对不对? 但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不会幸福的,你也有家庭,我也有家庭,如果我们俩产生这种不正当的关系,会伤害两个家庭,包括孩子,而且还有很多人,我们还有父母,都会受到伤害。 而且我们的父母会因为我们而蒙羞,对不对?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,比如说现在你看现我有感觉,如果我们在一起了,将来你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又有感觉,那你又会再次伤害我。 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看现一个人有感觉,就想跟他好,那我们如果同时看到很多人都有感觉呢? 这样是不道德的,事实上也会伤害我们同时伤害大家。 怎么样让我们才能获得幸福? 就是我们去珍惜现在的家庭,或者说要有伦理道德观念,家庭观念,我们把自己的家庭守护好,我们能够做一个很本色,很本分的人,而且也会互相帮助,也会帮助到大家,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获得幸福,我们都会很健康的成长。 两个角度,首先是伤害彼此的家庭,伤害很多人。 第二个我们在一起将来我们仍然会互相伤害,比如说你现在看我有感觉了,第二天你又看现另外一个人有感觉了呢? 反过来也是一样,假如说你今天看现我有感觉了,有一天我又看现另外一个人有感觉了呢? 那我又把你甩掉了,是不是啊? 我们要有伦理道德,不能说看现谁有感觉了就要跟谁好。 第三个角度,我是学佛人啊,这样做事叫邪淫啊,后果是很不好的,邪淫破坏别人的家庭,将来的果报就是自己的家庭也会被破坏。 你看三世因果文了吗? 你破坏别人家庭,互相破坏家庭,果报就是自己将来的家庭都会受到破坏。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将来自己的儿女都会难到女昌,家庭都会受到破坏,自己的家庭也不会长久,这就是邪淫的果报。 杀到银忘久,不杀,不到,不邪淫。 邪淫就是除了正常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,现在这个社会邪淫很厉害。 从这三个角度就已经足够了,将心比心啊。 我再简单说一遍。 首先,感谢他高看你。 第二,坚决拒绝,这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原因呢? 第一我们这样做会伤害,破坏两个家庭,还不止,至少破坏两个家庭,会伤害很多人。 想想看,我们都有另外一半,有儿女,尚有父母,全都会被伤害,我们的老人会因为我们而蒙羞,我们的另外一半都会受到深深的伤害,我们的儿女也会因为我们而抬不起头来,他们会恨我们,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呀。 事实上很多都是这样的,小孩子受到这种伤害呀,一时的快乐会带来永久的伤害。 第二个原因是,如果今天你对我有感觉,然后你想和我好,那第二天你要是对另外一个人有感觉呢? 你又跟另外一个人好,第三天又跟第三个有感觉了,又跟第三个人好,那么这样子的话呢? 我会受到伤害,你不踏实,因为这说明你本身对感情就不珍惜,不重视,那么对我来讲这样的人不是我的选择。 第三个原因,我也是一样,今天你看现我有感觉,第二天我要是看现另外一个人有感觉呢? 如果这样的话,说明我们都是很薄情寡异之人,这样的人根处生末有两样啊。 第三点,你说传统,是的,我这个人是讲传统的人,事实上我认为传统文化,传统道德观念非常重要,现在这个社会之所以这磨乱,包括有这么多的灾难,都是因为传统道德观念失去的原因。 我是信佛的,我对佛菩萨非常尊重,佛菩萨讲的话我都完全相信,佛菩萨讲绝对不可以邪淫,夫妻关系以外的叫做邪淫。 因为这样的话,佛法讲因果,什么因就有什么样的果,众善因得善果,众恶因得恶果,邪淫的果报是很可怕的,我们破坏了别人的家庭, 将来我们的家庭一定会被破坏,我们不可能有好的家庭生活,一定会,你想想看,你说不破坏,假如有一天我的丈夫知道了我这样子,那不用说我的家庭肯定就爆炸了,肯定我的生活完全就被打破了。 你把我的家庭会完全破坏掉,如果说将来你的妻子知道了,一样也绝对破坏掉了,对不对? 我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,我也不会对一个自私的人有好的感觉。 所以,基于这基点原因,绝对不可以,如果你能同意我的观点,那我们将来还是好朋友,如果不同意的话,那抱歉,我们缺乏一种沟通的基础。 是宽限,你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他,我认为,人不可以自私,人不可以只为自己而活住,这样自私的人不是我所欣赏的,我欣赏能够善于替别人助想的人,而不是只考虑自己想法的人。 我喜欢这种有传统这种观念的人,我不喜欢那种自私的人,不喜欢那种只为自己考虑,只想到自己痛快的人。 弟子,我家那位他就很传统。 是宽限,这就是果报,如果你们两个都很传统,你们就能走到一块。 这就是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所以佛法讲得非常重要,三世因果,什么因得什么果。 做好事的好报,做恶事的恶报。 好好念佛,好好学佛,慢慢都可以转变我们的命运,你看了凡四讯,三世因果文送给你,也可以给他看。 弟子,我喜欢看玄的东西。 是宽限,其实月平常之中才能学到真正的法,摊住玄的东西反而容易走入迷信。 LHC就很玄,FLG就很玄,很玄的东西往往就容易让你走入迷信。 佛法讲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平实,为什么? 其实佛法里也有许多非常玄妙的,不会讲给你听,为什么? 因为你莫到那个程度会误导你,你看,骗子他要骗你,肯定要讲一番非常玄的话,听得懂吗? 骗子要是不讲玄的话怎么能提起你的兴趣呢? 我们一般人都爱玄的东西,比较爱听到一些不一般的话,其实这些很容易上当受骗,所以,这就是个误区。 真正的高人往往都非常平实,表现出来也都很平实,为什么? 藏而不露,高手高人都往往是不露像的,露像往往都不是高人,一眼就让你看出来是高人的人往往不是真的高人。 你看骗子啊,名片一看哪,哪位中央领导是我大舅,我是上将,或者说我是导演,我是名记者,或者说我是什么什么,你一看就得小心点,把自己吹得越玄乎的人你越要小心他点。 真是这样身份的人都不会现人就说呀,他绝对不会随便说的,说这些的都是,你一听,哟,那位中央领导他大舅,眼睛就亮了。 然后,你有什么需要效劳的?什么什么,一说二说,马上人就转晕了。 不过喜欢玄,也说明你还是有向道之心,但是喜欢玄容易走入迷信,真正的高人往往都不露像。 打扮得特别不一样,穿一个特别别致的衣服,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装扮,像这众人往往都是骗子居多。 弟子,有一点我特别迷茫,我到寺院还好,但拜佛的时候就不行了,就开始哇哇的哭,情不自禁的,莫有任何原因。 是宽限,这不叫不行啊,这叫行啊就好像你跟妈妈失散了很多年,突然陷到了妈妈会怎么样。 弟子,会哭。 是宽限,那叫行呢还是不行呢? 懂了吗? 就像你离家已经很久很久,很久莫有回过家了,突然有一天来到了家门口,你会怎么样? 那叫行还叫不行呢,那叫行。 弟子,有时候有种找不到方向,找不到目标的那种感觉。 是宽限,好好学佛就能找到方向,找到目标,佛法就是给我们方向和目标的。 我们现在就像一个很迷茫的人,走在森林里,分不清东南西北,天又是乌蒙蒙的,不知道何处是家乡,感觉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,哪个方向看起来都差不多,哪个方向背后还有什么东西不知道,就是这样。 所以你好好学佛,这一切都会云开日出。 弟子,以前工作原因一直莫和师兄们共修啊,放生啊,现在做管理了,时间自己可以控制一下了。 是宽限,过去缘分莫到,现在缘分到了。 弟子,我在江苏时,那里有一个南山寺在山顶,我跟一个朋友买好多箱上去,到了地方我们已未到山顶了,供完箱就下来了,结果听说,那上面有个亭子,过了亭子有个台子进去之后才是那个庙。 是宽限,你虽然莫尽那个庙,但今天尽天开寺了,好好学佛,你们都有上根,先看这些基础的,过去缘分莫到,今天缘分到了,缘分莫到的时候,也莫有时间,也莫有感觉,缘分到了,自然而然水到渠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